我们一位南瓜种植户发信息说 他今年种的南瓜出现旺帐了 一种情况是不开丝花 另外一种就是开了丝花以后 这个瓜也坐不住 等了几天以后就开始发黄 最后你这儿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花瓜了 实际上防治南瓜旺帐 最好的办法 也就是最方便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采用控旺的药剂 进行控制旺帐 但是这位种植户 他不想采用过多的农药 看就是通过其他的方法 能不能来控制南瓜的旺帐 今天给大家教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南瓜主蔓 它在12个节位之前 还没有开放丝花 或者是开放的丝花 直接化瓜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利 我们这个南瓜根部最近的一个侧蔓 留住 把侧蔓后面的这个主蔓 给它直接剪断 然后让这个侧蔓进行开花 来接这个南瓜 第二个方法呢 因为我们这个南瓜 一般就是采用主蔓接瓜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主蔓的顶端 给它绕成几圈 然后呢 我们用一个绳子给它记住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削弱这个南瓜 它那个顶端生长的优势 实际上这是一种控制旺帐的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也是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主蔓呢 它这个顶端呢 人为的用手给它捏一下 也就是把它捏劈了 然后把它这个围管输啊 给它破坏掉 也就是让它养分 疏动不上去 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以破坏它的顶端生长优势 实际上 这是一种空旺的一个方法 这三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采取任何其中的一种 就可以了 我们上一期 做了一期关于南瓜 高产技术的一个管理啊 我们有些粉丝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就是说 有时候南瓜很容易 特别是在高温的时候 受粉出现问题 需要人工受粉 但是人工受粉 怎么去受粉比较更科学一点 效果会更好一点呢 很多人呢 在这个使用方法上 不是很了解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首先呢 我们这个南瓜瓷花开放的时间 大家要掌握住 它是一般是在早上 六点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开放了 所以说呢 我们要是采用人工收粉的情况下 最好放在八点到九点 这个时间段 是比较好的 再一个呢 因为今年雨水量比较大 肯定会影响受粉 在雨水量大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就是说 好比说这个瓷花 马上要开放了 那么我们在前一天 前两天的时候 有可能在开放的时候 会出现下雨天气的话 那么我们就拿一个树叶 然后把这个瓷花给它遮住 防止这个开放的时候 被雨水打湿了 等开放的时候 我们在九点左右 也就是上午九点左右的时候 我们掐一朵熊花 但是这个熊花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就不能是在 那个同一株上去掐 而是放到另外一株上 在另外一株上 掐一朵熊花 然后呢 我们把熊花这个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呢 让雌花和熊花对着 然后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呢 基本上你能放到 两天左右 或者三天的时候 就能完成这个受粉的过程 从而呢 达到我们这个 提高我们南瓜 它的做瓜率和受粉率 经常有种茄子的种植物 他说柴哥呀 我种这个茄子 经常会出现浆果 空洞果比较多 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今天呢 就给我们种植物 演示一下 什么样的花 会容易造成浆果 或者空洞果 因为我们这个茄子花 它说一个字花受粉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来 正常的情况下 好比这个花啊 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 我们叫熊蕊 而这个里边一个绿头的一个柱状这个 我们叫瓷蕊 因为它是自花受粉的 假如说这个瓷蕊呢 它出头了 那就是说高出我们这个熊蕊 它这个接出来的茄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好比说这个花朵你看啊 等于说它的熊蕊全部是把这个瓷蕊给包含住了 我们也称为短柱形花朵 像这个花朵 它接的茄子就容易出现浆果呀 包括空心果 那么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 如何去降低这样的花朵产生的 第一个呢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一个是我们要合理眯植 因为茄子品种比较多 我们在移栽的时候 严格按照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哪一个猪菊呀 杭菊这样的标准去进行种植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施肥这块 磷肥呢 我们要在积肥的时候一次施垢 然后在中后期 我们充施肥料的时候 我们就要以甲肥为主 也就是说采用的是中弹高甲的 肥料去进行充施 假如说我们是大棚种植茄子 那么我们就要严格控制 大棚里面的温度了 好比说低温或者是高温 就容易造成这种短柱性 这种花的开放 最终呢 形成我们茄子浆果空心果 大家好 我是柴哥 有一个种植物发信息说啊 我讲这个种植基础 讲这个茄子讲的太少了 想了解一下茄子种植方面的 一些技术 然后他顺便说了一下 就是说很多老师在说啊 茄子在瞪眼期怎么去高产馆里 但是对于他来说啊 什么是茄子瞪眼期 自己不知道 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点 什么叫茄子瞪眼期 我们看这个茄子啊 可以看不清啊 我们把这个叶子拿过来 好比这个茄子 这个就称为茄子的鹅片 当我们茄子做出果以后呢 然后他开始膨大 在鹅片下方的那些果实啊 随着膨大以后 他开始漏出来了 就是说他这个鹅片遮挡不了他了 当他开始漏出这个鹅片下方以后 他这个颜色不会说迅速的去转色 基本上会停个两三天以后才转色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为瞪眼期 就称为瞪眼期 大家记住了 也就是这时候 也就是你看看 确实像个瞪眼一样啊 就是这个白色的 实际上这个呢 我们通过辨别这个 转色这个部位 那个有露出鹅片有多少呢 我们还可以来判断 他这个茄子 长得怎么样 因为两三天以后 他才开始转色 所以说他这个白色呀 面积也大的情况下 就证明他膨大的速度是特别快 说明啊 这个茄子这个水分的养分的 还是管理的比较好的 相反呢 你假如说 他这个没有转色 这个面积比较小 那你就说明 他膨大的速度呢 比较慢 也就证明了 你这个水分的养分的 包括蜘蛛的长势啊 就比较弱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加强 田间的管理了 茄子动眼期这个视频呢 虽然比较简单 然后但是呢 肯定对我们 以后种植管理这块 是比较重要的 感觉视频可以 在我的评论方下方啊 直接点个赞 好了 我是柴哥 前两天呢 一个粉丝给我发信息说 柴哥 我今天呢 去超市买茄子 发现呢 有一种茄子是套袋的 并且呢 它这个价格呢 要比不掏袋的 已经贵了将近五毛钱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买了掏袋的 还是不买掏袋的 他就这样给我说 我肯定要买掏袋的呀 因为我感觉 这个掏袋的这个茄子啊 肯定要比不掏袋的 农药残留要低 再一个呢 看着掏袋的这个茄子 光泽各方面呢 要比不掏袋的要好 所以说呢 这几年在我们这个茄子种植区啊 有些有那个市场经验的一些种植户啊 已经开始给这个茄子进行掏袋处理 因为掏袋以后呢 既能提升我们茄子销售价格 再一个呢 还能提升我们茄子的产量 更关键的一个点就是 这种掏袋茄子比较好迈 看到这里呢 肯定我们有一些茄子种植户就坐不住了啊 就想了解啊 那个茄子掏袋以后 对产量有没有影响 实际上掏袋以后 产量不但不会降低 反而能提高 再一个想了解的就是 掏袋以后 是不是影响茄子膨大 要比不掏袋的变小了 这个呢 也不影响 并且呢 掏袋以后呢 反而茄子个头会更大一点 这个茄子掏袋怎么去套 比较合适一点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呢 就是在我们在掏袋之前呢 一定要对我们这个 右小的茄子 可以采用那个扑海音 去喷尸一次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把我们这个小茄子 表面的并均给它杀灭掉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茄子 长到2到2.5公分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掏袋了 我们掏袋的时间呢 最好是放在白天 就是晴天的时候去进行 最好不要是在阴天的时候 进行掏袋 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会导致后期 有可能会产生病害 我们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掏袋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就是说啊 我们掏袋以后呢 尽可能的去保证 我们这个小茄子 在这个袋子里面是悬空的 再一个 我们那个系的一个 套袋 那个袋子的口的时候 最好采用那个 橡皮筋去系 因为橡皮筋 它是具有弹性的 这样的情况下 它会随着这个茄子的膨大 以后 这个橡皮筋进行伸展 不至于去影响茄子膨大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用橡皮筋以后呢 可以保证这个口是 比较宽松一点 使内外的空气 可以相互交换 这样的话 才能保障我们茄子的产量 和它的商品性